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它是有提到就是当这个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 还有防卫台湾的安全但是到底有没有包含参与战争 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没有发生都是很模糊的 例如说像美日的安保美日日本的这个防卫指针也有提到周边有事 那周边有事算不算台湾在里面 从日本的政府说是说把台湾有放进去 但是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军事充足日本会不会介入 我讲目前日本也没有明确的表态 所以就变成说从中共来讲就会说 哎呀这个美日绝对是射手旁观的 台湾不要寄希望于美日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除非它真的发生 还有当然是要看就是说还是台湾主动挑衅 还是中共主动的这个攻击 因为如果是台湾主动挑衅 我相信美国当然是可能就不会介入的 但如果是台湾在一个没有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 那中共贸然的想要破坏这个现状 那我觉得当然美国接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因为现在美国所强调的就是说两岸都不要去破坏现状 那刚刚讲到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 是不是属于美国所定义的破坏现状 目前看起来似乎不是 美国并不认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是破坏现状 那反而是中共最近的军机绕台 军队绕台被美国视为是破坏现状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做出了一个相对应 比如说美国的航母经过台湾海峡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 最主要还是要看国际间怎么来定义中共 例如说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岛礁 那最终对很多国家认为是破坏现状 所以才有所谓的 后来才美国才提到 菲律宾才提出了这个仲裁案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 不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台湾在 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台湾如果是在一个没有挑衅 而中共贸然对台动武 那我们也要看就是说 它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准备期 因为我们知道 它如果贸然的用飞弹来进行第一波攻击 我个人认为 除了台湾会有相对的防治能力之外 那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上的宣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日本抽筋证书港 从此就背下了一个骂名 甚至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名声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说 如果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的同胞的话 他即便要对台动武 他也必须要像823炮战的时候一样 他要说宣布 然后让大家先做好防卫或怎么样 否则用这种不然齐齐式的 那根本就是已经把 是一个非常违反国际法 也失去中国大陆一个 所谓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地位 但是如果他做了宣布 那开始说我要准备了 甚至他开始开始这个 进行这个部队的移防的话 那台湾如果发现的话 那美国当然就有可能介入了 航空母线可能就开到台湾海峡了 那这个时候中共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用齐齐的方式 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这个两岸之间从此 会造成很多意外的伤亡 如果你齐齐 如果你伤到的是美国人 伤到的日本人 那是这个国际的大事件 所以我觉得齐齐方式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你又宣战的话 是不是又让台湾有准备的空间 是不是让美日介入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 蔡英文说的这些话 当然主要还是希望 国际间能够站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一边 那希望也劝告中共 不要贸然的 好